F35B为了实现垂直起降 机身上有一些特有的盖板 在起飞前座舱后面的生力风扇进气口盖板 发动机辅助进气口盖板 和机腹的生力风扇喷口盖板 以及机翼上的条丝喷口盖板会同时打开 为了给尾喷管让路 喷口下方的两片盖板也被打开 肥垫的发动机喷管分为三节 每一节和后面一节相对反转 使喷口保持在中锤线上进行上下偏转 90度下边时能提供起飞重量35%的推力 两边机翼上的条丝喷口每个可提供9%的推力 剩下的47%推力则由座舱后面的生力风扇提供 就像四旋翼无人机一样 在飞控的加持下 靠四点推力以定点钉刀的自稳模式进行垂直起降 并且为了隐身 它的导弹主要挂在机腹的两个弹舱里 可想而知这肥胖的机身里塞进了很多东西 使人隐隐感觉有坠毁的隐患 切开机身发现肥垫的肚子里确实被塞得满满当当 一根分叉的进气管横跟其中 它绕过生力风扇 从机身的两侧进气口和顶部辅助进气口吸气 输送给一台F-135涡扇发动机 去掉管子发现发动机的涡轮轴向前伸出了一根传动轴 将动力传递到一个用硬化碳材料作为摩擦件的离合器里 该离合器驱动一台罗尔斯罗伊斯生力风扇 里面有两极对转的空心钛合机叶片直径1.3米 最大推力超过89千牛 两层风扇上方的固定导流叶片可调节偏角 使风扇转速不变而改变推力 以此保持机身的纵向水平 喷口的导流隔山也可前后偏转 提供悬停中向前后方向移动的矢量推力 飞机想在悬停中向横侧方向倾斜和移动 就需要用两根管子从发动机压气机向机翼的喷口引气 靠调节两侧喷口的推力差来完成横侧机动 至于悬停中的偏航动作 是通过尾喷管小幅的左右偏转来实现 可见为了完成垂直起落 它机关算计 但这复杂的设计难免摆密一书 尤其是生力风扇的离合器运行时负荷很重 可能出现打滑 由于离合器片打滑造成生力风扇推力下降 非控将生力风扇调节到极限后 只能增加传动轴的输入功率 使发动机转速升高 但却发现发动机喷管的推力比风扇推力增加的更快 于是又降低发动机转速来维持纵向平衡 如此往复便出现了引擎推力波动 最后非控只能优先保持平衡而放弃下降率 眼睁睁看着飞机大速率触地 弹起时发动机功率被进一步提高 导致离合器彻底报废 生力风扇停车 但非控还在继续响应飞行员的拉杆和登舵指令 先将尾喷管下偏到95度 先拉飞机倒退 随后又控制喷管右偏 使机身反旋回正 但这一套莫名其妙的动作 导致飞控需要不断调节发动机功率来稳定姿态 因此有可能不响应飞行员的输有指令 给人发动机已经失控的错觉 虽然只是基于F35B的构造进行推测 但这个粗细如洗菜盆子的离合器 要传递接近3万轴马力的功率 这基本是一艘护卫舰的动力 因此控制不当 它会比驾校教练车的离合器更容易烧毁